大家好 神体验 今天我们其实体验一个在家里面用的非常好用的 这么一个新兴的影像的神器 但是我们公司出了一个小小的披露 就是老公司到期了 然后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准备搬走 然后新公司还没装完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在外面 拿着这个驱蚊的神器 来给大家拍这个办公室里面 家里面应该拍的这个影像的新的系统 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 能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它就是Instit360新出的这个Link的影像系统 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 是这样 它这个东西主要针对那些 我们因为口罩原因 导致不能见面去开会 同时现在很多新兴的网络的博主 不管是你在直播过程中跳操 还是说你去跳舞的这些姑娘 包括第三类像我这样的 经常需要家里面的摄像头 来拍我自己的一些数码产品的体验 包括因为它在云台可以直接低头 用于录制整个你电脑附近的桌面 很多你的操作的一些博主 在桌面旁边拍一些开箱 也是变成可能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带你看一下 首先它的硬件 这个东西大概的 以及跟个头跟我的脸对比一下 很小巧的一个东西 它那上面是一个三轴云台 因为有了三轴云台之后 它就有了整个的画面 在多维度去运作的这么一个可能 而不是一个固定死的摄像头 这个物理的云台还是很传神的 像无人机一样有点意思 然后接下来是它的底座 底座上有两个麦克风 因为这两个麦克风 对于整个的网络会议 包括时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设备 同时它也可以强化人声的时音的部分 后面是它的整个的数据传输 包括电源供电的部分 它的底下是有一个夹子 夹子正下方是有标准的 三脚架的接口 同时这个夹子打开了之后 通过这边的卡边 是可以实现 它直接就卡在你的笔记本的边上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OK啊 基本硬件就是这么个东西 它主要还是在软件应用的层面 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呢把这根线接上 那接上线之后就稍微有点丑啊 它是通过Type-C来进行连接的 同时供电 同时来进行一个数据传输 你看这嘎嘎嘎三轴云台 各种自动校准 插上之后 如果你不去用它的软件 用其他的软件 把它作为一个摄像头 去调用的情况下 也是可以激活里面 它自己预带的一些措施 当然了 我建议你还是装上它的 这个Link的软件 装上之后呢 这个软件 它自身是可以进行录制的 我们先把这个画面 来给它录制上 好 它的这个摄像头啊 可以做到4K的分辨率 所以这个就非常的爽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它的自带软件 对Link系统的进行一个控制 我们现在把它调到更多的设置 这个方向 在更多设置这里面呢 首先一点就是 它可以通过三个快捷动作 来对整个的摄像头进行控制 哪怕你不开这个软件 也是可以的 首先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当你去把整个的手掌 这么着立起来 朝着摄像头的时候 它就已经现在形成了一个跟踪的趋势 在系统设置里面 可以有三种的跟踪方式 第一种是全身跟踪 第二是半身跟踪 第三是脸部跟踪 我现在呢把它设定为半身跟踪 因为刚才我已经通过这个手势 激活了它半身的一个跟踪 好 现在呢 你看它就在跟踪的我 我这个不管是往哪边走 它这个物理的云台 都会把我搁在画面中间的C位 因为我现在是设定的半身 这个来取景 然后我哪怕离近一点 然后再离远一点 我都是在画面中间的C位 它会对画面进行一个镜头的推拉 之后保证我始终是处于这个画面中间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猜测这里面应该是没有光学变调的 而是数码对画面的一个裁剪啊 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 当我们是视频会议的时候 我永远是在中间 我是个发言人 当我们在网络直播 这个跳操的时候 包括姑娘去跳舞的时候 她都会随时跟着你再转 这个就非常的省事了 你少了一个摄像老师 说白了 这就是一个三轴自动云台的摄像老师 但是需要注意一点啊 那个你姑娘在直播的过程中 如果换衣服的时候 你得把这个摄像头通过这个手势 把这个功能得给它关了 别让它自动跟踪 否则您转到那边去 它摄像头也跟着你转到那边 去拍你换衣服去了 你通过手势一下 它就可以关了 就不跟着你走了 就这个逻辑啊 有点意思 在实际体验过程中 因为我这个前后挪 包括左右挪 包括各种各样的环境 但是始终 它的对焦是非常快的 没有一个明显的拉风箱 或者是那种半天对不上的感觉 所以对焦快 也是这个系统至关重要的一点 否则的话 长期都是那种拉风箱 或者弧的画面 也没法用作 这么严谨的一个视频会议啊 包括是直播这样的内容生产形式 手势控制方面呢 一旦这个手势 它识别到了之后 往上就是画面的放大 往下就是画面的缩小 就可以远距离来进行控制 不需要在这个电脑上 进行一个手动的操作台的控制了 同时呢 还有一个这个手势 就是叶的这个手势 它就会定位到后面的白板上 它的包装里面会送四个白板的定位贴 贴在白板的四角 它就可以直接的 甭管是在什么角度 看向这个白板 都会进行一个畸变的修正 包括整个的画面 就完全的砸在这个白板上 之后呢 我不管是站在白板前面给你们讲 还是我把白板搁在后面 我在屏幕的后面给你们讲 你们完完全全看的一个干净的白板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翻拍到白板上面的东西 来进行一个会议的讲解 包括其他的培训 这点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爽 因为市面上的镜头 是没有一个能整整好好的 圈圈整个的白板 把积变修正了之后 用于展示的 这点功能我觉得很好 当然了 你肯定想到了 它既然能贴在白板四角 来做一个白板模式 我如果把它贴在电视的四角 或者是我就想显示墙上的一个地图 我能不能把它贴在四角 也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就在四个角之间 它会把积变来进行一个修正 之后给你显示全了 翻拍整个这个位置的画面 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在整个的设定的过程中 能看到它这里面还可以进行 自动对焦 手动对焦 包括可以整个画面的镜像 然后你可以单独的 对图像进行一个设置 如果你有更高阶的专业需求的话 包括你也可以手动的 对云台的角度进行一个调整 这些搁在它的功能来说 都是可以的 所以因斯的360link的这个产品 用完几天之后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 现在经常在家里面 因为口罩原因 跟其他的公司 包括团队同事开会 同时我也是一个博主 我也在日常的情况下 拍很多的数码产品的体验 我需要一个 能帮我自己专着镜头 跟我走的 这样的一个摄像的小机位 我就可以对着摄像头 你看我这个机器 巴拉巴拉进行一个 各种各样的讲解 而这些方面的功能 是我日常用它来说最爽的一点 当然了 我现在呢 是不自己用手机来进行一个竖屏直播 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 如果我自己用手机竖屏直播的话 那我就完全可以用这个摄像头替代它 我在这里面选成一个竖屏 之后这个摄像头云台 扒一下竖直转过来 就可以直接在抖音快手层面进行一个竖屏的直播 也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了 这是很利好于跳舞小姐姐的 能自己摄像头跟着你走 还是很有意思的 那同时呢 我家闺女来说 她经常会翻拍笔记本 她之前是把笔记本这么着趴下来 斜着45度拍它一些键盘的操作 包括附近的空间 而如今她就可以通过这 Instagram 360 Link的这套系统 直接把三周云台附下来 就可以拍到整个的这块区域 还是很爽 这个东西的应用 会比咱们想象的前景会更大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很从用户角度去 研发的这么一款产品 虽然从软硬件技术角度 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 是需要新的开发 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基于用户需求 做的这么一个产品定义 及产品 我觉得Instagram 360 在这点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 每一个经常在网上开会的朋友 每一个在家里面直播的朋友 每一个经常在家里 这么着讲东西的博主朋友 你都需要一个 Instagram 360 Link的 这套影像的系统 挺好玩的 喜欢记得分享哦